好 雷蒙多訪華 最後一天大家看到一個亮點 就是她去到了上海迪士尼 遇到了一個中國大陸的小女孩 衝過來抱她 結果兩個人是用英文對話 我們來看看 對 有些人說看起來是蠻溫馨的互動 不過也有些人在講說 這個剛好就來了一個這麼大方的小女孩 還可以給這個媒體拍攝 然後英文又這麼溜 到底是怎麼樣安排的呢 就講說是不是美國刻意安排 或者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揣測 但總之就像是一個花絮一般 但是你看到這一次雷蒙多來訪華的時候 他是說持樂觀態度來離開中國大陸 但是你看他連續兩天的講話 讓大家覺得像穿去變臉一樣 8月30號他在上海波音公司 離境前的演講 他說不預期這次行程 可以取得任何突破 但希望未來數個月 可以看到一些成果 美國的企業都強烈的希望 繼續在中國大陸開展業務 但前一天他是講什麼呢 美國的企業都開始向我抱怨 中國已經變得不適合投資了 這兩天講得很矛盾 後一天講說 大家都想在中國開展業務 前一天講說不適合投資 人家講說你要不要先把自己的條理 邏輯先捋一捋 不要自己講話自我矛盾 另外一個諷刺的是說 他在被媒體拍攝的時候 微博上面現在開始在傳一張 8月30號他記者會的一個照片 因為他講說這趟訪華行程的一個心得 結果被這個央視的公眾號 欲冤談天拍了一張照片 那亮點在哪裡 下面是華為Mate60 Pro所拍下來的照片 為什麼說這個是亮點呢 因為他可是打華為的大將 人家就講說用華為給你做個紀念 因為這一台機器Mate60 它非常有代表性 它是事隔三年在美國封鎖之後 推出了5G的新機 因為之前就是因為美國封鎖的技術 讓華為都只能推出4G的手機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產用 這個國產的麒麟芯片 它也是這個7奈米的 然後又達到了這個5G等級 然後特別幫你雷蒙多拍個照 做個紀念 那在8月29號中午的時候 華為商城突然就上架了這一台Mate60 是不是慶祝雷蒙多來 我們來展現一下中國大陸 現在目前的技術 已經突破你們美國的限制了 那到了下午的6點鐘 華為商城等於又開賣一次 原本是開賣一小時就賣光 那它再開賣一次 不到一分鐘又再賣光 那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這個 極客公園 也算是這個科技類的這樣的一個平台 它講說Mate60 麒麟回歸 市場還溢價了一千多塊 都還買不到 所以其實代表說 它的銷售量超出預期 那甚至還有大陸的網友 二稿就說 雷蒙多幫華為代言 那見證了 華為突破了這個美國的封鎖 所以你看到在網路上面 討論度非常的高 就展現說你越打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展現出越強的一個生命力 對抗美國遏制的一個信心 也使得這一台新的手機 意義非常的重大 他說不論用什麼樣的方式 華為都呈現它做到了 以前雷蒙多是怎麼樣 在打華為的呢 稍微幫大家回顧一下 他講說中國大規模的補貼 會引發成熟晶片的過剩 甚至說華為的一些雲端運算公司 威脅美國的安全 2021年的時候 他還講說要對華為 採取進一步的一些行動 他過去反華為 其實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這一次華為替他拍了一張照 等於說 算是中國大陸漂亮的一個反擊 再來我們看一下 王者歸來這樣的一個標題 他們講說華為其實也拿出了他的成績單 不光是出了這一個手機 因為他們今年上半年的營收是1.3兆 這是非常可觀的一個數字 盡力大增了218% 孟晚舟她講說現在包含基礎建設 數位能源 雲業務還有智慧汽車 都在快速的增長 連手機的業務也回到了軌道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這樣的一個5G新機 等於說已經展現出來 突破了美國的封鎖 甚至它的網速到了800M以上 完全符合5G網速的一個標準 甚至還要再跟iPhone15同一天 可能是9月12號吧 因為現在傳出9月12號 iPhone15要上 所以這個同一天要再來發表新機 顯示出來青州已過萬重山 已經有開始又可以重回軌道 跟iPhone來較勁了 那我們看看現在目前華為 推出這樣的一個秘密晶片 是麒麟9000S 那看起來是中芯代工的7奈米製程 所以還支援衛星通化 所以看起來這個技術上面 已經展現出來 中國大陸自己也可以製造得出 這個7奈米 對於以前2022年 美國的禁令打擊下來的時候說 中芯的7奈米 十年內都很難量產 結果2023就已經秀在這個手機上頭 展現出來他們已經達到了 那我們看看任正非過去的名言 能屈能伸的人才會有大的出息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介老師 其實華為的高端手機 曾經一度要變成世界第一品牌 全世界都要被它 市場都要被它搶佔下來 美國就開始對華為下手 兩次大的禁令以後 2020年5月全面把這個 華為的這個手機的高端晶片 完全斷供 當時華為的這個手機 高端手機的高端晶片 是我們台積電把它生產的 那時候台積電光替大陸的 這個手機生產的這個高端晶片 佔台積電整個生產幾乎到了三成 結果美國一個禁令以後 華為就拿不到任何高端晶片 所以它的高端手機 事實上也就在市場上 就一細間垮掉了 真的 現在台灣最後一個實體店 也都關了 所以華為事實上是被打得蠻慘的 可是從2020年5月到現在 來講的話三年三個月 那這一支新的手機 Mate 60 Pro 基本上它證明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它裡面用的核心處理器 叫麒麟9000S 這一款新的核心處理器 這個晶片是華為的海獅設計的 那海獅過去也設計不出來 為什麼 2020年5月 2020年5月也設計不出來 因為美國把它的這個 設計晶片的這個軟體也禁了 所以就變成說你會設計 可是你沒有工具 我是大廚可是我沒有鍋子 我也沒有鏟子 我也燒不出菜了 可是結果三年兩個月 海獅不但設計了新的晶片 而且最重要的 居然生產出來一個 現在大家不曉得是7奈米還是5奈米的 應該是7奈米 這個算是成熟 這個算是先進製程的 這個 那這個東西也就是美國 把它斷供的最主要的這種高端晶片 意思就是說這個晶片 華為已經自己在中國製造出來了 所以就是說 美國整個打壓華為 打壓中國的這個 所謂的IT產業的高端晶片的供應 那麼只經過了三年多 不管在設計 還有製造上 中國大陸已經成功靠自己的力量 用國產的力量製造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比一般大部分人的想像 當初的估計都快了很多 三年兩個月 就獨立靠自己 本身的力量設計製造出來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能力的展現 好 請教鎮宇哥 的確 華為簡直是現代版的 郭劍復國 躺在家裡面三年整天填著 那很苦的豬膽 終於恢復過來 而且美國在打華為的時候 跟黑道勒索沒什麼兩樣 莫名其妙的抓人 抓人以後斷供 就是要把華為置之死地 華為從此裡逃生 那不但如此還能夠 郭劍復國 那華為這一款 MED60 Pro 應該會在9月份才開發布會 才把規格講得很清楚 但是就趁著這個 聯盟多到中國訪問的時候 刻意在這個時候開賣 那就是一種某種程度 復國的一種象徵 那開賣當然剛才那個 介大使有提到一些技術細節 他最難得的是 美國禁止大陸買高通的晶片 所以他自己發展麒麟9000S 然後禁止他用英偉達的GPU 他發展出來Methylone 然後禁止他使用Android 他發展出鴻蒙 然後更重要的是 他靠著北斗衛星 能夠用軟硬體內建衛星 直接連線 這個就是一個 尤其在中國大陸很多地方 地大 空曠的地方很多 要做基地台顯然不確實際 所以他們有衛星通信 就不用擔心基地台 所以當然一上來就會搶光 通常我們都會有軟體基地台 可是軟體基地台不如用內建 直接的基地台的射品來的搶 以這一款這種 能夠做到了速度800以上的 很顯然不可能是 10奈米以上的製作工藝 一定都10奈米以下 到底是7奈米 5奈米 華為目前沒有說出任何的 資料出來 美國想要打擊華為跟中芯 跟中國半導體的產業 當年的艾斯摩爾的執行長 公開講過 給中國7年 中國就跟上來了 但看樣子好像還不到7年 就慢慢的跟上來 就全球的貿易理論來講的話 越多競爭 對全球的消費者是越好的 但美國為了保護 他自己的蘋果手機 用這種黑道的手法 假國家安全之名 這個違背所有 從李家圖以來的 所有的搞國際貿易理論 美國人自己把亞當史密斯 奉為這個經典 就自己所作所為 完全違背亞當史密斯 跟李家圖這連的經濟理論 現在華為竟然能夠克服了 我相信很多人會擔心說 從此以後晶片會過剩 或者晶片價格會下跌 這對於消費者不是好事嗎 所以有了華為的競爭 其他的手機就不可能開告假 這一點對消費者 全世界來講是一個福音 好 請教將軍 這個雷蒙特到商務部長 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原則上他是要減緩 雙方的經濟戰 貿易戰 金融戰 是這樣 不然他無事不登三寶店 他這次為什麼要跑這一趟 就希望能夠緩和 因為在2022年去年 美國跟中國大陸雙方的貿易額 是6900億美元 但是美國逆差太多 美國賣到中國大陸產品 就1538億 但是像中國大陸買的這些產品 總共是5388億 所以他是貿易逆差是 3850億美元太多了 希望能夠降低 希望有的方法是什麼 希望多賣一些產品 說賣一些這些貨民到中國大陸 希望只有這樣 當然要多跑一下 有求於人 我們看今年2023年的 美國的經濟狀況 美國現在通膨壓下來了 去年到達通膨 通貨膨脹都7% 現在美國通貨膨脹 現在今年是降到3% OK 但是美國利率太高 美國現在利率5.5%還是高了 利率一高 投資人就會收手 因為利率高 會造成他的負擔重 他就要往海外去移動 往海外移動 會造成美國這方面的 製造業的影響 換成美國 大家出走了 錢出走了 工廠出走了 會造成他美國 國內的問題會產生 所以變成這樣 他的通貨膨脹率雖然降低 但利率還是居高不下 很簡單 要找市場找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大概有兩個優勢 大概目前來看 第一個中國大陸市場大 14億人 14億人就是市場 中國大陸人口是美國的3.5倍 美國是3億3千2百萬人 這樣子到中國大陸找市場 是這個樣子 第二件事情 美國不去到中國大陸找市場 其他去替代 德國往那邊跑 法國往那邊跑 英國也往那邊跑 義大利也往中國大陸跑 美國不去 美國被替代 被替代不就被取代了 變成這個中國 就我們拿一個 你舉個例子 就是法國的空中巴士 取代了美國波音公司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就像法國 買空中巴士 就不買空中巴士 那波音公司吃什麼 因為最大的這個 當然銷售的對象 原來這個波音公司是中國大陸 現在中國大陸不買波音 那你買空中巴士 所以我一看 那這樣子 那趕快 因為美國不去推銷的話 法國取代 德國取代 義大利取代 英國取代了 變成這個樣子 那美國變成 美國就虧了 是變成這個狀況 原理上中國大陸是市場經濟 跟計畫經濟雙管齊下 有的時候它是拿市場控制 政府的政策去控制這個市場 而舉國之力一導向 那整個就是變成 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會有狀況 比如說觀光 如果韓國 日本或者是泰國 如果有一些對中國大陸 有一些這個 這個輿論有點不利 他就觀光就不過去 一不過去 韓國或日本的整個觀光會下降 造成他整個社會 整個經濟的狀況會受到影響 這就是我們講的計畫經濟 所以中共的這個政策 會影響到市場 會有這個狀況 他是有時候市場經濟 有時候計畫經濟 看他怎麼樣去靈活運用 在這一方面 所以美國這個雷蒙多 他這一次商務部長不得不到 中國大陸 他尋求的是市場 他的鍛鍊跟脫鉤 我認為效果是有限的 那你就鍛鍊脫鉤 那我現在不要斷脫鉤了 他也曾經要增加關稅 換句話這些好像都效果不大 可能他就要做調整 調整就是相互往來 多買一些美國的產品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雷蒙多走這一趟 他到底在這個地方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那我們現在帶您來看看 美中的局勢 我們先看到美國的部分 這個美國總統拜登 不是要競選連任嗎 但是曾經私下承認累了嗎 拜登戰記的作者說 如果總統在年底前退選 他都不會太驚訝 這是不是在暗示 拜登有可能先休息了呢 那麼被問 如果拜登健康狀況不佳的話 賀錦麗是不是隨時準備好呢 賀錦麗說對沒有錯 我準備好了 一起來聽看賀錦麗怎麼說 Justice先生 我覺得第一次請問 左下,我剛才說 準確定你 不過拜登 我答應要計算 可是拜登 不能將來明明顯 但 Ronnieamos可以解決 我們也明白 但每位總統 下一位總統 每位總統 明白 當他們可以拿套等 他們必須 很清晰 凡個責任他們 他們可以擁有 拿筍職 我已經不一樣 可以听到当这个记者问到的是准备好在拜登无法执政的时候担任总统吗 那么贺锦丽说每一位副总统都会随时准备好接总统 不过我们能看到涉嫌逃漏税非法持枪拜登的儿子月底之前恐怕就要遭到起诉了 如果拜登航特被起诉的话 后续发展可能会冲击到拜登争取连任的选情 这会不会也是他考虑不再选的原因呢 那么美高层异动传出对中鹰派的坎伯要转任复国务期 他也是被称为印太沙皇的他 在拜登执政两年半里的坎贝尔一直大力倡导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态度 而美国延长部分中国进口商品301关税的豁免期 那么我们一贯反对关税战争没有赢张 这是中国外交部讲的 美国FCC主席要求政府机构考虑宣布两中期 构成国安的风险 拜登的选情现在焦头烂额 可是他还有心情在对付中国吗 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华为是不是要反攻了呢 华为推5G新G打脸 华府美中晶片第二幕即将开演 那么华为推出最新的5G手机Mac 60 Pro 那么挑起了华府的担忧 代表美国的制裁没有办法阻止中国取得关键技术 拆解专家现在就把华为的新手机拿来看看说 中国制的晶片含量近三分之二 但分析师说看起来有一半以上 可能三分之二的晶片是中国制造 但是在两三年前的华为手机晶片 内置率仅三分之一 这真的是大要劲 但是华为新机唯一非陆厂原件 海力士抖回这句话 我们看到韩国的SK海力士已经开始调查 我们一直谨遵美国政府的出口限制 看起来现在是很紧张 那么华为新手机的震撼 任正非晶片研发论被翻出来 他说晶片砸钱是不行的 得砸科学家 怎么回事还是怎么讲的 一起来听看任正非怎么说 可以听到任正非是讲到了 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改变 那么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站得起来 最新的全球专利申请也出炉了 光说华为就连流称王 华为以7689件连续六年居第一名 那么现在华为手机要出了 有人说可以出了这个笑喷了 美国商务部长成为华为新手机的代言人 小粉红自作连央视竟然都播了 而且不只有中文版还有英文版 甚至还附计了这个雷蒙托的英文签名 超认真的广告词看起来超级没有违和感 你看到他说我是雷蒙托 这一次我为华为代言 哇很多人看到这个就笑翻了 还说他要帮华为加油 那么有人就认为华为是不是为了击快iPhone呢 苹果恐损失38%的销售 惊爆一个危机更加恐怖 华尔街日报就说了 北京禁止中央官员使用iPhone等外国手机 现在iPhone受到冲击了 美媒是不是急畅衰了呢 华为新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 高通说落后多年的旧技术 华为晶片已经突围 巴龙周刊就讲了 中国晶片制造智慧更糟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总裁就说了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扭软晶片供应链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 您怎么看这个拜登 是不是真的累了 还是真的有隐情 最近真的这种消息越来越多 对啊 就是说明年不一定是拜登选 可是就不知道谁在放这种消息 你知道吧 就是所以贺锦丽也被迫了回应 知道贺锦丽这种回应是非常不妥的 你怎么可以揍拜登不能选 对不对 这个很奇怪 很奇怪 那可是民主党共和党 大概都有三分之二的选民 都希望2024不是拜登对上川普 又来一次 可是当做个别政党内的民调的时候 你没有别的候选人 那选来选去这两个人都遥遥领先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悲哀 所以你这个还是多数决吗 因为明明如果是让老百姓来选 这两个人都不是最优的 可是又找不到其他的候选人 对 这个感到不可思议 比如说佛罗里达州那个州长 目前民调大概落后川普高达30% 这个我 这是很大一个距离 对 我难以想象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就是真的就是这样 民主党其他候选人也是落后拜登一大段 一大段 那连包括那个这个共和党上以前的副总统等等 那民调都落后相当远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 不过拜登真的未来的身体状况 一定会被放大处理 所以我觉得明年 大概民主党也会考虑这个因素 然后还有整个经济的状况 这个华为 华为在今天的官网又公布 它还要再出M60 Pro加 Plus 我估计应该是比较大尺寸的 有人说这支才是机王 今天也开始接受预订 也是爆满 我说那个加 还有另外一支叫 它公布两支 还有一支是华为的X3 那就是那个 折叠式的手机 那一支不一定是60的那个芯片 不过那个加那个是 这里当然会让人家一种感觉 这种行销策略 摆明了就是要抢占iPhone15的市占率 所以这里才会扯到 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大陆现在明明 政府官员不能用iPhone 那到底这个范围是多大 因为坦白讲这个会上行下效的 因为我去看了一下 中国大陆如果是纯粹公务机关 那有在财政部里面裂薪水的 大概就有700万人 那你如果算事业单位 那就不得了了 事业单位 你再加上国有银行一大堆 有人算了一下 可能会有将近5000万人 这么多 5000万人 而且这个东西一定会怪阔 所以现在就不知道 中国大陆这个禁令 是下到什么程度 因为昨天也传出一个 虚虚实实的消息 说中移动不愿意再当 苹果的通路 早上这个新闻出来 然后11点他又更正 说没有... 我们还继续愿意当苹果的 代理推销商这样 可是很诡异 因为这个新闻就 给人家觉得淡淡的否认 没有很出力 结果苹果第一天 股票掉了3.58% 昨天继续跌 一开盘跌4% 后来收盘大概跌2点多% 那我们想问一下 雷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 苹果当然碰到麻烦了 因为苹果的 过去的主要竞争对手 就是华为 对 而当华为超越苹果的时候 美国就出手打压华为 我想所有的全世界的人 都看在眼内 那美国的这个出手 我相信不是苹果要求 政府这样做 但是美国政府 确实用人 用政治力的方法 把一家企业活生生的往下打 那这家企业经过三年之后 又重新回来了 那这个当然 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骄傲 我觉得这个是 这种整个心情 士气 一定是大为振奋 而且他们一定是会应挺 他们的华为 那华为这一次 刚刚正亮说 又宣布两款新的机型 那这个也暗示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芯片的良率没有问题了 芯片的供应没有问题了 这个才是关键 因为过去大家在想 华为怎么能够重登过去的荣耀 超过一亿台 如果华为再回到一亿 甚至开始攀升到两亿的时候 那这个最主要的是在于 芯片的供应 这是它的一个关键 可是大家总觉得说 不太可能中芯国际 不太可能中国大陆的芯片的制程 能够满足这么大的需求 所以有人说了不起四千万台 有人就这么说 刚开始有人说 可能就四百万 了不起八百万 现在已经喊到四千万 甚至已经有人喊到一亿了 那到底究竟如何 要看华为最后它的机制 市场订单来了 它就能够满足 那就不得了了 那过去有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有订单 但是交不了货 那华为就砰一下就往下走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现在是一个华为的一个 疫军在突起 那当然对苹果就有很大影响了 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提到的 这个政府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公布政府部门的人员 不能用心理上的影响比较大 可是我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 那因为苹果很明白的 按照大陆的法律规定 它必须要留后门 给美国的情治单位 这是法律 那我当然会宣布 党政军都不可以 我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 我一定会宣布 普通老百姓可以买苹果 但是党政军都不可以 美国公务员不能用华为 对 但党政军 党员就九千多万 那太吓人了 因为你党内的这些消息 怎么可以让华为 可以让苹果可以知道呢 军政也不可以 政也不可以 国营企业也不可以 这个影响就很大了 很惊人了 对 我们想紧张一下 左教授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 我倒是想提供另外一个讯息 就是说今天有媒体揭露 目前中国大陆提出来 关于今年底的 这个气候变迁大会的一个倡议 就是说 是不是要把这个晶片的合作 跟气候变迁的合作绑在一起 那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在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前 大陆的这个气候特使谢振华 他提出来 他他表达表示说 他在大陆的媒体表示说 美国欧洲跟欧盟 美国欧盟跟中国大陆 对于气候变迁 气候合作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 那到底这个共识是什么 双方是其实有高度互补 然后双方也愿意在这个所谓 协助开发中国家来应对气候变迁 可以愿意投入更多的努力 然后今天就有这个消息 所以是不是双方 这个也是大陆提出来的条件 说美国既然希望 就是美国跟欧盟都希望 气候合作双方能够向前迈一大步 能够早点实现所谓的这个 能够就是只有这个气候 这个全球气候暖化 能够控制住全球迈向 所谓的碳达峰乃至碳中和 那这个如果要迈向这个目标 是不是在这个晶片合作上 大家也能够达成公式 就变成是两个绑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反而这是另外一个 值得我们去观察的消息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真的达成这个目标的话 真的朝这个方向走 那是不是未来美国就要放松 对于大陆的晶片的管制呢 这里头当然包括 所谓晶片设备的输出 乃至于其他相关的 半成品中烟材的这个输出 那另外我觉得想要谈一下 这个Kirk Campbell这个事情 因为说现在这个副国务卿 空缺有可能是Kirk Campbell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有力的挑战者 就是这个Victoria Newland 因为他现在就是代理的副国务卿 好 全球都祝末 今天的华为大件事就是 它的全景新品发布会 在今天的两点半举行 那我们也看到 这个张亮颖也在开场的时候 特别唱了这一首《我的梦》 然后提到了 执着的 勇敢的不回头 穿过了黑夜 踏过了边界 走过雨 走过风 往前冲 总有一天会站到你身边 人家就讲说 这案子冲破了美国的魔爪 那大家也记得 9月25号就是孟晚舟 这个回到中国大陆的这一天 所以他们选在这一天 有非常具有历史性的一个意义 那他们也在这一天 来发布他们的新品 那当然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聚焦 刚刚在这个直播的现场 也看到了这个刘德华担任 这一次的华为品牌大使 那他有讲说 在这一次这个信仰无限趋近的路上 他们总是选择那一些 少有人行的这个道路 那也一次次站上那个 人机罕至的高度 走在时代的前沿 也在前沿默化的 用东方文化来影响着时代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看一下 这个华为现在 我们最新现场 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看好了 前所未有的体验 像玩手机一样操控大屏 我们希望我们的华为智慧屏 不仅仅是电视 更是放到家里的超大屏手机 好 大家一定好奇 说我们屏幕大 怎么就叫超大屏手机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带给大家的 超级重磅的巨木旗舰 华为智慧屏 V5 Pro 强悍的性能 创新的交互 开启了 巨木手机的新时代 一连串华为很多各式各样的新品 包含了穿戴装置 然后甚至是V5 Pro 以及这一次 大家看到的这个Mate60 都陆续的在这一场的发表会当中登场 等于是整个家族系列的 七款新品全面的登场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有非常多大陆的官媒 也都是同步正在播放 预估这个全中国大陆 甚至是全球加起来 可能有上亿人同步正在收看 那光是这预约要收看的人 已经超过百万人次 所以我们看到 刚刚有人说七款 也有人说是八款 因为包含了原本就已经亮相 这个智慧型手机 平板电脑 手表 耳机 那市场也在讲说 这一次还会有这一个 据说有这个佩戴通话的 这些相关的功能 所以很多人非常期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次的直播 到目前下午的三点 现在人气非常的爆棚 还有华为的官网 商城 微博 官方的一些管道 都在同步的这样直播 也创下了历史 那有一百多家的媒体 光是这个清单列出来 从华为的官方网站 到这一个各大媒体优酷 这个微信 这些爱奇艺 全部通通都正在播放当中 所以大家很关注这一次的 925华为是怎么样的一个 强势的逆袭回归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华为现在对上了苹果 从晶片站到人才 美国的智库学者 哈维佐定他讲说 美国通过的制裁 禁止了华为用最先进的晶片 但是华为他克服困难之后 有了5G晶片 某种程度上 就是美国在推动中国增加自己自足的能力 艰难之路 为勇者行 这个就是中国 那现在iPhone 15对决 Mate 60 Pro 已经从这个战线 从这个购买端 已经到招工这个阶段 都在抢人 你看到广东工厂上面 已经在上演抢人大战 华为的仲介出现在 富士康的门口来抢人 根据招聘的讯息讲说 薪资开得比苹果还要来得高 而且学经历的要求也更高 但是给的待遇也是更好的 所以招工的一些仲介就讲说 学历证书拿了没有 跟我去这个东莞的华为工厂 马上回家拿这个证书 我直接开车 就有车 就送你去面试 那我们来讲 这个任正非就讲说 其实我们华为并没有要打倒美国 而是中国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 他说世界上就有一个贾伯斯 中国有没有贾伯斯呢 应该是有的 有这么多聪明的小孩子都很厉害 中国也许不慎行造神 但是中国很会打一个团体战 不服输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们看到 这次的亚运也等于 华为的另外一大亮点 在这个杭州亚运会的时候 看到这个首次云上亚运 观众只需要一部手机 就可以在这个杭州亚运里面 完转 所以他们这个一站通的用户 已经超过了一亿人 首次使用这种移动的 支付互联的亚运一站通 所以很多境外人士来这边 非常的惊艳 就说我只要拿着 这样子的一只手机 我什么事情 通通都可以用这只手机来搞定 比方说乘坐地铁 消费 甚至查询这个资料 全部通通都可以用这一个手机串联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亚运开幕会 人家也关注到说 这个深圳企业队 现在这个亚运会会持续到10月8号 作为这个场馆 还有其他形式的一些商业供应商 这些企业纷纷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 让大家感觉到说 这个通信跟数据的服务 非常的通畅无阻 所以这个涵盖的范围 华为包含了像是交通 传媒 还有政府这些六大行业 21个重点的用户 37张重点网络 所以看起来非常绵密的一个网络 让大家体验到说 华为这一个网络5G 甚至5.5G的一个强大实力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这个925发布会 事实上就是孟晚舟回中国的两周年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叫做复仇成功 王者荣归 这个非常明显 就是当年他就回来了 就讲了说 如果真的有所谓红就是只有中国红 那时候就已经举起了 中国民族主义的号角 如果信念有颜色 那就是中国红 你背得比我好 其实我跟你讲 我看到这些产品我不会很意外 我其实更重视的是 孟晚舟9月20号那个演讲 那个已经过了 可是今天这个 只是他的第一阶段而已 他9月20号的演讲说 这个2023年就是All Intelligence 对不对 他之前是All Cloud 就云端化 他第一个10年是All IP 第二个10年是全部云端化 那接下来的10年是 全部都要人工智能 所以他揭示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的开始 讲了三句话非常的精确 他说要让所有的对象连接起来 这个只是第一波 就是要让这个都是对象 七个产品八个产品 都一样都是对象 那第二个是 要让所有的应用模型化 就是所有的应用 他未来都要用人工智能导入 那最后就是他的目标 让所有的决策都可以计算 所以为什么任正非会讲那句话 说未来算力是所有科技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应该要深思 华为后面那两句话 所代表的意义 所以你不要以为好像 这只是一个手机公司 你错了 华为不是一个手机公司 是手机对个人来讲 它是一个必要的平台 所以手机非常重要 可是华为要做的是 手机加上智能车 加上你的家庭 企业 然后还有未来整个环境的 数据化的系统 他要把它全部连起来 就是把我们带入他这个生态系 这个才是可怕的东西 就是未来他要把 所有的应用都模型化 就要导入人工智能 那未来你透过他的 比如说我们随便讲 旁古大模型 你就可以算出每一个应用的 他可以帮你算到一个 更简洁的方式 更有效的方式 那最后就是你所有的决策 都可以计算 这很可怕 这个远远超过我的智商 可以想象的地步 就未来 就是你不一定要智商高 可是你有 你这么聪明你在想象 都想象到 超过了 那不得了 不是 因为 因为他用比较精准的语言 表达出他的未来科技的世界 说不定我可以帮你补充 就说 对 这个太好了 简单讲就是说 你以后你也不用智商157 你只要用他的平台 他就可以帮你算出比较好的决策 你每一个应用领域 他可以帮你人工智能化 你就可以比较有效的生产 现在这些 只是他把这些平台都连结在一起 未来就是物联 人联 全部都连在一起 他要创造的是这样的一个 未来科技的生态系统 这才是 我觉得美国真的还要研究的是这个东西 可惜我们台湾好像进不去这个生态系统 不可能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台湾区代言人 台湾区的华为先生 他这种不知道已经变成代言人了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今天 苹果一定是痛苦不堪 而且不止苹果 其实有很多 包括生产这个电视的公司 各种手机的平板的 他们绝对都痛苦不堪 因为它是一个前领域 前方位的 我刚从大陆回来 大陆的网速 网域确实就是5G 而且已经到5.5G左右 他们即将要迈入6G 他们是真正的5G以上 真正的 我再强调真正的 那是因为我在台湾的感受 很特殊 他们是真正的 因为我两边都在作片 那我在大陆也继续在录拍 然后继续在传书 我在台湾也录 我也传书 我台湾的传书 我要等大概2 30分钟 才能传一个7G左右的影片上去 我在大陆几分钟内 不到5分钟就传完了 速度是快 好 第二个呢 我想在台湾有很多朋友都知道 当我们 因为华为很明显的 是站在使用者 消费者的角度 去看所有的问题 那我们最在乎的 第一个是速度 第二个是方便 那也就是说 当我们移动的时候 我们一个是手机 当我可以的时候 像你看正亮 一个小电脑就带出来了 有些人就把iPad都带出来了 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我们是在看电视 希望大萤幕的 我们可以靠在那里很轻松 可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的大萤幕的电视 跟我们的手机如何连接 我如果说要用手机看大萤幕 我要做镜射 我还要进去里面做很多程序 可是未来的大萤幕的电视 它事实上就是手机 而且你一回来以后 你直接连接的是 它是以0.000几秒来计算 所以它还是速度 其实万物都讲求速度 就是微快不破 微快不破 速度快到 所以你一回来以后 你的手机已经就是电视了 所以当你在手机滑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电视上看了 你想看什么片 你要又透过手机 做任何网路上的东西 你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得到 那不是就连接了吗 好 那它所谓的万物互联是 你在家里面的所有的智能设备 完全可以用一个手机来控制 你在办公室你可以用手机 你在车子里面可以用手机 你在工厂里面可以用手机 你想想看 帮所有的人都解决了 我觉得最后一个 我个人是讲 美国人不了解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老祖宗 很早以前就知道 我们中国人的特性 特别告诫我们几句话 他是告诫我们 但是也把我们的中国人的 特质表现出来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对 越打压越忧患越痛苦 我们中国人越会争气 我们过舒服日子了以后 我们反而可能面对 那个甩网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 不要死于安乐 对 但是外国人的打压 就让我们再生 所以我觉得压不住我们的 好 袁老师 我讲几个重要的观念 因为我也是刚从大陆 回来不久了 所以说我遇到一个 华为这个系统的专家 刚刚正亮讲的情况下 他跟我讲的重要的观念是说 第一 手机不是重点 第二个的话 新能源车也不是重点 赔钱赚钱 其实也不是重点 剩下的发布的话 各式产品的话 基本上也不是重点 因为华为未来 他要做的事情 是要产生整个 所谓的生态系统 讲得不清楚 但是他基本上 就是说你的运算能力 就是说你的人工智能 我举一个早上 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出门的时候 忘带这个 忘那个的话 你在那个产品当中的话 他会叫你依赖 他的整个系统当中 会解释到说 你今天要做什么事 你要做什么 各个大小小 或者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需要安排什么东西 让你整个家庭 甚至于包含你 吃衣住行 吃喝玩乐 他都帮你提供 很明确的一种说明 这个才叫真正的生态环境 我觉得华为本身 是要创造全世界人 一个新的一个 透过这种科技 所连接一个生活的环境 他要卖的是这个系统 他要卖的是这个系统 其他的话 你买他手机 什么这些东西的话 原则上来讲 他的东西也都不便宜 但是你一旦加入华为手机 我这一次在大陆 参加一个活动 抽奖抽中一个华为手表 后来我没有带 他说因为你没有用华为手机 你也没有用华为的 那个笔记型电脑 你带回去就没用 没有的话我就换了一个电锅了 这个饭还是要吃的 换了电锅 换了一个电锅以后 他也说你再回台湾的话 也不能用了 那个电不一样 后来我就想问他 能不能折现 他说当然 他抽奖不能折现 我后来还是解决了 我后来还是解决了 然后我第二讲第二点的话 就是华为现在 当然我平常这个人很小气的 这个第二点我要强调 说华为今天发布会 里面这个 我刚刚看了很久 余晨东发布 他们八项产品当中 这只是一个刚开始而已 请大家稍微记住 华为今天 余晨东讲的遥遥领先的话 是鼓励自己的话了 今天华为的科技 相较于美国而言的话 没有遥遥领先 但是关键是 总有一天会遥遥领先的 它是基本上把科技的发展 贯注在民族主义的 这种辉煌的力量 所以我们刚刚月前 讲的非常对 都动不动都扯到了 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 你不靠这个 今天华为没办法生存的了 对不对 所以说阿良 讲到华为的餐厅里面 讲到16岁的青年的时候 每次听到他一讲话 我都哭 正常讲话我都没感动过 但这句话 他讲的故事我很感动 然后第三个重点的话 我要强调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整个华为当中的话 在大陆这个发展当中 这次的整个亚运当中 出现的一个成果 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 如果你有刚刚看 他的开幕点点的话 就会发觉大陆借着亚运 来展示自己的科技成果的用意 超过这个运动会 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会 赔钱办运动会了 其他的话基本上 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在打压的非常严重 所以说我是在强调这个观念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华为的讨论非常的多 像是这个中国时报有一个报导 说华为中心是不是大突破呢 说这个Mate 60 Pro的晶片 其实是5奈米吗 因为他们讲说 这个版本升级到这个121版之后 系统就显示华为使用的晶片制程 已经提升到5奈米了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传闻 到底是7奈米还是5奈米 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那网友在讲说 哇 这是人工智能晶片 果然是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不是说假的呀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华为也推出了一个 超低功率的5G基地台 说只要5瓦就堪比一个灯泡 这样的一个耗电数 他们是在这个第十四届 全球行动宽评论坛 那本来是在10月10号 这个跟11号 要在杜拜阿联酋来举办 所以他们现在的主题 就是说要把5G A 这个A就是Advance 来带入现实 就是比5G更快的速度 来带入现实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华为 也正式对外官宣 讲什么呢 讲说沙古地阿拉伯的网储 现在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要跟华为进行策略合作 涉及沙古地阿拉伯 最先进的这个5G的网路建设 要交给华为来做这个基础建设 甚至因为现在很多人 没有办法能拿到华为 就像我刚刚广告的时候 我只能干瞪眼 所以有些人就是把iPhone 像在大陆这一边 就直接弄成华为的壳 就是过个肝影 人家讲说 是不是也要给华为版权费 你看也有这样子 华为系列的壳 他们就说哪怕是iPhone 都还要换上华为的壳 他们说包含了四种华为的大地色卡 像是什么亚川青 白沙银 还有这个南洛子 还有这个亚丹黑 就是这一系列的颜色 连iPhone的一些用户 买不到华为没有关系 现在也可以换壳 过一下肝影 那现在iPhone的确有一些问题 就是过热的问题 原本前几天是讲说 是不是那个 台积电三大米出问题 现在苹果自己出来承认说 是iOS 17有出现漏洞 会尽快来更新解决 那现在苹果的app 在大陆这一边 现在必须得要取得官方的备案 因为现在面对新的规定 苹果在上个月29号 更新了app store的上架要求 表示依据中国的法律 特定类型的app 需要提供额外的讯息跟文件 才能够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市场的app store来上架 那现在这个苹果跟法国之间的 原本的辐射超标的事件 现在也落幕了 因为苹果一开始是在 努力为产品来辩护 强调说这个iPhone 12 是有通过全球多个组织的认证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妥协 那当然还是要跟这个市场低头 所以他们现在要同意 把这个问题来做修正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中国大陆的汽车产业 说再下一程 因为9月已经过完了嘛 大陆有个讲法叫做 金酒饮食 那所以金酒已经交卷了 现在他们讲说这个问戒M7 19天已经有这个订单 有3万辆的订单出现了 那甚至呢 连这个华为的这个自选轿车 都开始要跟Tesla嗆响 智戒S7的规格 也说会全面超越Model S 那另外我们看这个比亚迪 也挤下了福特 现在变成了全球前四大的 这样的一个汽车品牌 还有他们的平价的EV 这个电动车进军了墨西哥 所以他们现在不断在扩大 这个全球的市场 那的确让这个其他原本的 德国的车或日本车 感觉到非常大的一些压力 那还有很多的产险业者 其实很多这个Tesla的一些 出状况的事情 包含我们知道这个林志颖之前 也是这个Tesla的事情 所以现在很多的产险业者 是对于承保Tesla 是打退堂股 因为主要它的维修费用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产险公司觉得 我承保你 我是会赔钱的 所以他们反而不愿意 承保这个Tesla 那Tesla的交货量 现在看起来都在衰退 2022年以来的首件 根据彭博最新的一个调查 说Tesla上季交付 大概45万辆的车 比起前一季这个46万辆 还在往下滑 所以过去Tesla的一个 熔景是不是已经过了呢 这可能是2022年初以来 首次出现销售斗铁路的一个状况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这个学过行销的都知道 就是你一开始没有什么市占率 比如说1% 那等你到了5 6%的时候 因为开过的人就多了 那就会有口传效应 那你也会因为经营当地市场 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就会越推越快 比如说我用欧洲做例子 欧洲事实上到去年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在欧洲的市占率只有5.6 事实上并不高 Tesla有20% 可是今年第一季 就是1到6月就变成6.7%了 所以 为什么欧洲会把中国当作对手 因为他这个一手 一打开了 人家就会知道你性价比 比德国车要好很多 比如说中国电动车 平均一架在欧洲的平均 大概是3.5万欧 那德国 不是德国 就欧洲车平均是5.2万欧 那人家是不知道 如果知道了 可能就会去试看看 3.6万欧的好不好开 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 你比较顶级的 比如说Mercedes或者BMW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还有一定的销量 可是后面的就会被吃掉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些地方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比如说你说特斯拉 特斯拉它就会开始 因为有人就 吃喝倒笑 就开始传开 那传开 它就会感受到压力 比如说我们那个 我刚刚讲错了 是35万对25万 对52万 比如说35万像华为 不是跟那个世界 那个世界M7 它那个价格大概就是35万左右 35万事实上能够买到一辆SUV 是蛮便宜的 你用成台币大概150左右 对 并不贵 我觉得就是这种效应 就会越来越多人知道 那越来越多人知道的时候 你那个压力就来了 就有人就会去试 实际上韩国的车在美国 也有过这段路 比如说一开始那个现代车 现在其实在美国 我那个时候留学的时候 是没有人要开的 就实在太烂了 那它就逐渐的开始拉高品质 那就开始有人愿意去试 然后开始试 开始就口穿了 结果这个车还不错 而且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觉得 而且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还有它的手机 比如说华为 它一进来它不是只有最低端的 它有中低端也有中高端 所以那个竞争的 那个压力就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是觉得 特斯拉一定是把中国电动车 也当做对手 那欧洲车我认为基本上 已经不可能跟它竞争了 那他们现在只是说 你要不要接受人家的电池 或跟你合资 比如说在欧洲 卖的最好的车还是大众 那大众事实上就跟中国大陆 合资成立汽车公司 所以我觉得 事实上还有其他的领域 比如说韩国 OLED本来都是韩国主导的 大概是三星跟LG 突然之间 我就注意到这两年 因为京东方本来市占率 只有1% 2% 突然之间就变成15% 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多 高科技产品 可能就会循这样的道路 就它实在是 性价比比人家高太多了 因为你光是去算 欧洲的能源的成本 还有劳工的成本 还有环境的要求 还有现在的地租 那根本没有办法竞争 而且人家做出来的品质 也没有比你差 所以你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科技角力 那这个大概也使得 美国开始重新思考 它对中国的科技战 要不要做调整 比如说华为这个如果证明 7奈米人家已经做得出来了 那你美国还在限制 你的这个上限是14奈米 那这个有意义吗 就人家已经做到7奈米了 那你7奈米要不要卖 目前是不准卖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正在 酝酿一波调整 可是全部的构图 我们还没有看清楚 可是你看就会有一些 零星的新闻跑出来 比如说三星跟海力士 在中国大陆投资很大 那他们希望能够继续进口 那个制程设备 还有制程的软体 那美国现在就不限制了 说不限制 本来是要延一年 现在就说就让你们进吧 那美国那个高通 现在要去跟鸿蒙坛合作 等于是承认他是作为 第三个作业系统 他必须要面对 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 这样的一个现象 慢慢在浮现 好 来问杰老师 这个比亚迪这一款 进到这个墨西哥的一款电动车 他事实上他正式上市 他是海豚 就是2021年的8月正式上线 那除了中国市场 就是说非常受欢迎外 他海外市场像马来西亚 好多都已经打进了海外市场了 那这手 这个车它的售价 是它的一个亮点 它大概差不多在12万 到14万人民币之间 你算算看这个价钱 还是在中国大陆的价钱 那事实上的话 有的地方的价钱 可能还可以更低于 在中国大陆售价 那所以这款车 事实上的话 现在国际上 事实上是相对应 以它的性价比来讲 大概还找不到 可能它可以批底了 对 所以这辆车在 我想就是说 进入到墨西哥市场的话 会受到很大的欢迎 因为买车是这样 你可以有高价位 中价位跟这个平价的 那这辆车 其实也不是说真正评价 它是中价位跟平价位 中间的这个定位 那对很多人来讲的话 因为这些电动车 目前都是城市 就是说城际间 城市里面 上班族他们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成本非常的低 保养也低 你这些电动车买了以后 基本上它是不需要 每个月进保养厂的 不需要换机油 不需要什么 换什么 换什么油芯 换空气芯都没有的 你买了就是没有这个方面成本 然后电 成本比这个油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所以比亚迪事实上 这个车是12万左右 人民币 人民币12万左右 比亚迪今年的时候 定了一个它的发展策略 它的车型要从什么 从10万块人民币 到100万人民币中间 各种 12万真便宜 对12万人民币 对就是我们台币大概乘以5 才60万 60万 所以这款车在上市以后 就一直受到很大的关注 那也算是比较成熟 因为它到市场也两年多了 那现在才进入墨西哥 那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车 比亚迪将来是10万块售价 到100万售价这中间 各种不同价位的车 它都要填满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竞争的优势 你今天德国像Volkswagen 有做一款 那也是在 也是在跟中国合作的 勉强可以跟海豚比 可是问题 你整个的生产线 各方面都不如 这个比亚迪来的成熟 所以比亚迪现在 已经有一个先发优势 等它的先发优势 在全球的这个销售系统 再建立起来 然后消费者口碑再建立起来 后面要来赶过来的 就比较麻烦了 而且它这个价格 跟整个讲的 它的品质会比较稳定的原因 是因为它已经形成 一个经济规模了 公司的营运也已经进入到轨道 它这个快速的 资金 人才 还有技术 都很稳定的情况 还有自己的电池 所以我觉得比亚迪 现在已经站在一个 非常有力的竞争位置 好 来 老师 美国当初要打华为 但才问说为什么只打华为 然后对于这个小米 或是对OPPO为什么不打 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 华为它本身还有5G 而且华为已经开始 超越这个iPhone 可以跟iPhone竞争 甚至可以把iPhone压下来 对美国人来讲 那就必须要把一个 这么强大的公司彻底打盘 花了三年的时间没有成功 华为不但活过来 而且是强力的一个反弹 我们看到华为现在也成功的 在马来西亚又打进去了 5G 马来西亚没有在美国的压力下 说完全不用华为 它是东西并存 现在德国的通信业者 要求他们政府要赔偿 如果你要整个更换的话 那要赔偿他们的损失 而且也会使德国的整个工业体系 更往后落后 因为它没有办法足够的时间内 在更短的时间内 完成5G的铺设等等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德国 他们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中 他们也发现 他们面对一些当初的错误的决定 其实错误的决定的根本的原因 还是来自于什么的 就是死于安乐 因为原来是活在舒适圈 也就是德国的这些名牌车 在中国太好卖了 然后太好卖了 它为什么要去做冒险 它为什么要去做革命性的变革 它都不想 所以它可以慢慢的来走 而且它不认为 中国要把这个电动车 它认为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 好 但是他们没想到 中国大陆就是铁定了心 因为本来以为是采用这种 还是属于电动车 但是是属于 这种燃料改变的一种电动车 结果没想到 中国大陆把整个都变了 这个跟万刚是有关系的 好 那大陆一旦一个转变 结果他们更没想到 怎么会把智能 也拉到车子里面来 他们更更没想到 怎么也会把5G 把互联网 整个都拉进车子里面来 这些都是超出欧美人的想象外 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的 中国人的整个创新发展 手机 5G 互联网 万物互联都融合在全部的平台 包括汽车平台在里面 这个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说 习近平上来的时候 提出万物互联的概念 大家以为就是一个抽象的口号 这个没什么 就是万物互联 结果他们没想到说 万物互联可以成为一种 革命性 创造性 革新性 而且会给这个国家 给中国大陆带来巨大的利益 因为过去汽车工业 都是欧美先进国家 他们支配 掌控 然后获得巨大利益 创造巨大的就业生产力 结果他们没想到 这个企业要被打败了 要被谁打败 要被大家都打败 结果欧美的国家 开始采用这种下三乱的手段 你贸易补贴 你这个自由补贴 你什么我要开始反 请销 我要开始打击 反补贴开始来了 可是我们看到 最近德国有一篇报道出来 他们不认为中国大陆 有采用他们欧美的 所谓的严格标准的那些补贴 没有 完全没有违反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他们就要硬打 可是问题就在于 中国大陆自己的市场 跟它在亚太地区的市场 跟非洲 拉丁美洲的市场 也足够让中国大陆的汽车 成为全世界最壮大的汽车 如果欧洲跟美国采用 这种违反贸易原则的方法 打击中国的电动车 中国绝对会反击 而这个反击 不会只在电动车方面反击 会在全方面的反击 王毅已经对法国提出警告 现在中国的经济的主管的官员 也对德国提出警告 也对欧盟提出警告 我觉得欧盟 如果旨意这样做的话 他们会让欧盟限于 非常糟糕的地位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华为的登场 现在其实在网路上面 大家讨论度非常之高 甚至还有这样子的一个 影片流传 就说在美国时代广场上面 竟然有这样子大篇幅的广告 说雷蒙多代言 后来这个在网路上面流传 被人家证实是 其实是中国大陆的网友批图 就不是真实的 不过也足以反映出来 大陆的一个反美的情绪爆表 所以就是不断地 把这个雷蒙多批成了代言人 甚至还去到时代广场上面的广告 都直接攻上这个广告墙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华为Mate60的Pro 它其实现在在网路上面 已经全部都卖光光 所以已经再度秒杀 想要买的话应该没有那么快 可能还要排队再等候一下 那还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 说它用这个无信号 它是打这个卫星电话 还变成关键时刻的一个救命机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分享 也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 那我们点进去看 现在微博上面 真的变成了一个 华为跟iPhone的战场 因为9月13号 马上iPhone15系列 它就要发布了 在凌晨一点钟 所以它也在微博 砸了重金来播放广告 你一点开微博 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 说好奇心上头 凌晨一点等你探索 然后这样倒数的这种 点到官网去的一个广告 砸重金才能够有这种 满版广告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一个知名的分析师 这个是地表最强的 苹果分析师 他就讲说 这次的华为归来 也有望逼迫苹果创新 因为这几年感觉 苹果没有对手了 当华为被美国 用这种方法打下去之后 苹果感觉好像 创新度跟更新度 变得没有那么快 所以他连这样子一个 苹果分析师 都讲出了这一番话 再来我们看一下 金融时报也讲说 现在大陆因为 接二连三对iPhone 反下重手 从官员不可以使用之后 现在连核电厂 到医院的人员 也都开始全面的限制 所以也使得 现在大家对于 这个市场上面 对于这个iPhone 不太看好 我看到还有一些 美国的财经媒体 在讲说 现在有一些机构 已经开始在放空 苹果放空这一系列的 未来的销售展望 所以看起来 好像这一场战争 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连委内瑞拉的总统 马杜罗都还秀出来说 我就是用华为 以中国为榜样的创造技术 也变成了另外一个 另类代言人 大家讲说这次华为 为什么可以突围呢 就是关键在这个晶片 因为他们讲说 其实现在这个晶片 不光是可以支援5G 而是5.5G 就是5.5G的旧续型号 搭载这个麒麟9100的 这个晶片 所以他们说 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接下来 马上9100的这个晶片 也要登场了 所以我们看 这个其实孟晚舟 在今年以来 所有公开场合里面 都不再是说5G 而是说5.5G 她说这是一个 网路眼镜的必然之路 那还有她说 这个5.5G 下行万兆 上行千兆 千亿连结 内生智慧 这网路特征 已经非常的明确 就已经不断地 喊出5.5G 这样的一个讯号 所以我们看 这个核弹级的突破 美国专家就讲说 全球恐怕未来会出现 两条晶片的供应链 一条就是西方主导 也就是美国主导的 另外一条会是 中国大陆所主导的 也就是说 你走你的这个供应链 这个生态圈 然后大陆有他们自己的 一个供应链跟生态圈 因为这就是美国 在制裁底下 衍生出来 现在就是两条 供应链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那一旦中国大陆 开始量产什么东西 中国大陆往往能够 做到这个价廉物美 而且打下 非常大的市场份额 所以她说 我们就指美国 正在亲手创造一个 庞然大物的对手 所以这是一个 专家的解析 经济学家的解析 那我们看看 时间回到2021年 其实当时 孟晚舟回到了 中国大陆的时候 穿了一身 中国红的洋装 那时候她要讲一句话 也让这个中国大陆的 所有的民众 非常的激动 她说 如果信念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国红 因为很多人 那时候其实 都蛮担忧的 这么长 一千多天的时间 一千零二十九天 大家都在想说 会不会有可能 这个孟晚舟一辈子 没办法回来啦 会不会加拿大那边 就是一直扣留着她呀 很担心孟晚舟的状况 但是她这一次回来 她就讲说 她是靠着 这个中国红的信念 支撑着让她踏上 这个回来 这个中国大陆的土地上面 那以前 还有这样的内幕消息出来 说孟晚舟被抓的时候 其实川普跟习近平 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举行晚宴 两人似乎都不知道 这个孟晚舟被捕的事情 后来才晓得 是坐在川普旁边的波顿 好像巧巧计划这件事情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就说川普还在 这一个晚宴之后 就是白宫晚宴之后 为了波顿说 你为什么要逮捕 这个孟晚舟 你不知道她是中国版的 伊凡卡川普吗 这比喻也是蛮奇怪的 伊凡卡川普 就是第一千金嘛 反正就是想要捧一下 自己女儿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后来 就是习近平真的是 下了百道指令 然后去营救孟晚舟 也使得这个孟晚舟回来之后 又再度接掌了华为的大棒 然后这一次上演了华为的复仇 那恐怕现在不光是美国警商 苹果可能也很紧张了 我们来问一下梁哥 这个华为的技术 已经广受肯定了 那现在当然大家不知道她 我觉得今年因为她829才宣布 Made60 所以大家预期到这个年底 因为去年她只卖了3000万支 那今年年底我觉得渴望 是4000到5000万左右 我讲的是总量 不是只有这一支 那明年她可能就恢复 逐渐恢复她的能量 也许可以冲到1亿支也说不定 所以这个当然就会对苹果 对高通 高通是通讯晶片 就有相当的冲击 事实上现在大家担心的是 美国不知道会如何进行 进一步的制裁 那比较可能的是针对中芯国际 就是把中芯国际列为黑名单 然后要求盟友的相关的科技公司 都不能跟她往来 那这里面就会包括 荷兰的阿斯麦 那我坦白讲我会 我认为阿斯麦也会非常痛苦 那当然还有日本的 半导体的化合物等等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 事实上中国大陆不是只有 华为这个科技名片 事实上它第一张科技名片 我认为是绿能 就是大陆讲光伏 光伏应该是那第一张科技名片 我们以前讲说 中国大陆的名片就是高铁 高铁出口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是各种基建出口 那如果论科技公司 第一张名片 国际的名片应该是光伏 就是绿能 那第二张就是智能车 这个智能车 老板讲 绿电跟智能车 对全世界的影响 那是远远超过华为 可是为什么华为 或受到这么大的重视 受到这么多人 因为它等于就是一个 立志的故事 就是被打压了1566天 那可以亡者荣归 重新站起来 你要想一想 它面对多大的打压 这个中国大陆整理 有一些网友整理 华为是被美国政府 做了六次围剿 结果还没被打死 女儿被绑架 然后各式各样东西都不准卖 先进金面不准卖 ETA不准卖 各式各样东西都不准卖 然后EUV也不能卖 让它可以经过重重难关 然后重新站起 而且员工有11.4万人 为什么不离不弃 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大家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部分 好 我们来问杰老师 华为这一次的出手 事实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公司它的策略 非常的成功 那这支手机在高度保密之下 在网路上宣布以后 就带来了整个宣扬大波 然后他也没有把它功能 讲得很清楚 结果世界各地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手机专家 还有这些科研机构 就开始拆解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 把这一支手机的内部 所包含的意涵 一个个解出来 美国也在做 日本也在做 那中国大陆的网 这些科技网民也都在做 所以他这个策略 我觉得是非常有头脑 那你看这个 这个从八月开始 八月底开始到今天 这个题目就非常的热 然后前两天 又加新的机子又出来 这个折叠手机 还有车用晶片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华为不是说成一时之快 或者说就是说急于做什么事 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叫华为这个文化 这个谋定而后动 然后出招是快很准 而且它是肉是一片一片的割 所以它这个造成的整个 是全球的热议 到今天都没有摔退 因为它前两天又推出来新的 新的晶片 然后大家会去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今天看到很多西方的这些评论 也都最近才出来了 大家一开始是一个震撼以后 慢慢的再去细详细的研究 然后再去思考 然后得到的结论 比如说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 他讲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正亲手撞造一个旁人大物的对手 也就是今天华为是美国创造出来的 那现在这一句话 就会让美国社会去反省说 到底下一步美国社会应该怎么走 是对它最有利的 其实对美国最不利的就是 继续打压华为 因为前一阵子打压 已经算是出了非常重的手 还是打不下去 可是可见中国大陆的科技基础 科研人才 公司的任性 然后整体的国力 事实上以美国现有的 这些科技的领先的范围来讲 要打中国 把中国整个打垮 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美国现在继续打下去的话 我觉得就真正的会让中国大陆 现在华为 现在大家知道还差大概二代半的 跟美国最先进的 二代半的这个情况 可能就要更短的时间 又要赶过来 等中国大陆全面在这个科技 尤其在芯片里面科技以后 那就如美国经济学者 中国做的科技产品 会反映中国的成本 也不是做财代价 而是把更合理的销售 产品的销售价格 带到全世界 让西方尤其美国 过去享有这个暴力 这个情景不在 而且对美国来讲 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好 来请教赖老师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我觉得华为不怕美国 再推出所谓的制裁 因为他这次的动作很明显的 就是借由雷蒙多 在中国大陆的期间 发布这个新款 那发布这个新款 很明显的 他经得起国际间的检验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 没有足够的硬底子 因为全世界一定会对于 这个华为公布的时机 就是在借蒙多放出要修理 华为的这个新钱的那个狂言 然后再到中国的时候 那在中国大陆期间 还在的时候 华为就公布了 然后马上就这个几分钟内 就全部几乎大城市据说是秒杀 然后说二三线的城市 据说是几分钟内 那么就订单就结束了 现在事实上订单是接不到了 我想我们都有到华为的官网去看 订单你基本上是很难买到现有的 那这代表什么 你看马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专家 马上就会做检验 做测试 而更新的机制 X的在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忙做检验 同时检验给你看5.5G了 5.5G就是准备要跨进第6G了 它是一个过渡机种 那由于过去每个机 例如说5G到6G 4G到5G 它大概是10年 现在5G到6G可能已经不到10年了 因为科学的速度都在加快 也有可能在7年内就达到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带肩的速度越来越快 带肩的速度越来越快 然后他现在已经在告诉你说 我已经在做适应6G的这个新的机制了 那各位想一下 美国他当然知道美国一定会在制裁 可是问题就在于你美国还能怎么制裁 而且你制裁中国会怕吗 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等你来制裁的时候 他的反击就开始全面大反攻了 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的全面大反攻 就是要看你美国怎么做 他要开始了 而这个动作其实已经有讯号在公布出来 您刚都有谈到的 有关于苹果 本来是先从政府人员 接着到学校人员 到这个医院的人员 其实慢慢的如果再宣布到党政军 那也就是这些是成年人 有消费力的 一亿多人到两亿人 不准使用华为 不准使用苹果 那各位想想看 苹果面对一个这么强大的胜利军 就是党政军的 他们基本上都不能使用苹果的时候 苹果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就会一直萎缩 而苹果的萎缩 事实上就是来自于你美国 对于华为的这种非理性的打压 也就是你所造成的这种反击 那也就是说当你美国过去说 这是国家安全的理由 但是被证明已经不是国家安全理由 是你个人就是要把华为打倒 而华为你打不倒的情形下 各个国家都开始在帮华为做宣传 华为重申了 其实我们也在等待华为 尽快在台湾的门市都能买到 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门市 实在是找不到华为 要看代理商 要不要带你进来 我们希望不要再限制了 开放吧 政党轮替才有可能 那就政党赶快轮替吧 我们所有的台湾的消费者 年轻朋友们 如果您要享用5.5G以上的速度 而且价格又公道的 速度又快的 而且有多容器 而且不要忘了 有卫星通话 卫星通话 我应该把赖老师也做成 代言人的那个样子 然后您到海边去 跟华为的 临到山上去的时候 不用担心 会断讯 不会的 不过您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如果您女朋友 或是你妈妈问你说 你在哪里的时候 你不能拿到华为说 我通讯不良 每这回事 因为她的通讯非常好 因为她绝对不断讯 好 有待政党轮替的时候 来买买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真有忙回来